二战结束以后,美军不回家都抢着到日本生活,其实原因很简单。 二战时期的日本,那可是非常的顽固连轴新国的老大,德国都投降了他们还是死活不投降,估计要不是美国扔了那两颗原子弹,他们还得赋予抵抗一会。 不过在1945年8月15日,日本的御人天皇迫于形势,不得不向世界通告日本乖乖投降,他们可是在亚洲这片土地上,为非作歹了整整十年,不过最终还是正义占了上风。 他们向我们无条件投降了,当时日本是战败国自然是乖乖接受胜舍的安排,当时就有国家商量制定了,怎么把日本分制? 就是把日本岛分成四块地方由美、苏、英、中四个国家分制,但是后来又因为一些原因,只有美国占据了日本当时在日本的美军总司令,就是二战赫赫有名的麦克埃瑟,俨然成了日本的太上皇。 按理说,这战争也结束了离家这么久了,应该是盼望着早点回家的,但是,在日本的美军却不这么像他们觉得,长期驻扎在日本就挺开心的那,那么日本倒到底有什么,能让这些美军抛家涉业,也要到日本其实就是因。 为这几点原因,首先日本,那是战败国当时战争的意气风发,早就不在了,但是美军不一样。 美军是胜利者了,那在日本可是趾高气扬,享有绝对的权利,甚至是在人格上,那些日本人整体点头哈腰的恭维美军美军,自然是人格高他们一等不仅是,因为满足了很多人的虚荣心,还有就是在行动上,他们是不受日本法律约束的,几乎是为所欲为了这在美国也是享受不到的待遇精神上,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 其次就是在日本的美军,有着很好的生活,不管是吃的穿的还是用在都,是最好的最物美价廉的东西,并且事事都与美军优先为了照顾这些人的生活习惯。 日本还有专门为助日美军提供的商店,日本渐渐有了牛奶和面包吃,他也很属心那生理上,日本人也是很好的照顾美军,专门在国内招收一些女学生。 微信心走好,我受散了。 我可以助致力将共晣 folks microphone。 这就开始 culmin了吗? 谢谢大家。 感谢观看